亲爱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大家中午好 主播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云南的边境地区 中缅边境的位置 中缅边境的位置 目前他们这边 在我发现了一个 咱们中国最晚的一个民族 叫什么呢 克木族 克木族它这里 它就是什么情况呢 是女人是非常非常的多 男人是特别特别少的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眼前 这座山知道吧 这座山飞过去 翻过去之后 就是缅甸了 山的这一侧 就是咱们中国 所以说这边 克木族它还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说 他们依然保持着 就是母系的社会 母系的生活方式 什么是母系的生活方式呢 就是说女人当家 女人说了算的一个地方 这边的女孩子 基本上都是招上门老公的 就是招上门老公 但是他们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就是这个女孩子呢 给你这个男子 就是男孩子招上门之后啊 他们又在一起呢 磨合一段时间 就试婚一段时间 但是具体怎么试婚呢 今天呢 主播呢 带领这个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舒沙姨 去了解一下 他们这个试婚呢 都是什么情况 都有什么程序 好不好 主播呢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中缅边境的位置啊 叫这个达洛口岸 这个达洛口岸呢 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听说过有一个叫什么 一江通六国 对不对啊 达洛口岸的上游呢 就是咱们这个中国这边 称呼叫什么 蓝沧江 下游呢 被称呼什么呢 被称呼为啊 这个湄公河了 明白了吧 哥哥姐姐们 这个湄公河呢 你们大家呢 肯定不陌生 有的这个舒沙姨 在电视上也看过啊 这个一江通六国 它是有哪六国呢 主播在这里告诉大家 有咱们这个中国呀 还有这个老挝呀 还有这个缅甸呢 泰国呀 越南呢 柬埔寨 对有这个六国啊 今天的主播呢 就带领大家呢 去了解一下 他们边境边境地区的 一些少数民族啊 生活的一个方式啊 咱这个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 也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咱们中国呢 是有56个民族 对不对啊 那么生活在云南的这边呢 就有将近20几个民族了 少数民族 像什么布朗族啊 哈尼族啊 歹族啊 还有这个壮族啊 苗族啊 等等等啊 但是最有特点的呢 就是这个克姆族 这个克姆族 为什么说有这么有特点呢 就是说是因为啊 他们这边的女孩子呢 是非常非常的多 男孩子呢 是非常非常的少 而且呢 还依然保持着 就是母系的社会的生活方式 知道了吧 观众朋友们 对 这个母系的社会生活方式呢 今天的主播呢 带领大家呢 去了解了解 去探个酒精 好不好 咱们今天呢 去看一下啊 因为今天主播在 在这个大深山里面 这个边境地区啊 我来到这个 一户人家门前啊 来到他家这个门前之后呢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看到他家里边 出现一个人 咱也不可能啊 是贸然去去打扰人家 对不对啊 那咱们呢 就往前走一走 看一看啊 看看能不能碰到 今天这个 少数民族这个部落的一个人啊 如果说碰到了之后呢 咱们去了解一下 他们当地这个 居住的环境啊 以及民族文化 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试婚 这个试婚呢 是怎么试的 是不是 哥哥姐姐们 没有给主播点红心的 帮主播呢 点点红心 没有给主播点赞的呢 帮主播点点赞 住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呢 上点关注 下点赞 愿你们年收入过百万 哎呀 来这个小姑娘来 这块怎么还有个小姑娘呢 这个小姑娘 这边啊 我跟你们讲 哥哥姐姐们啊 这边的女孩子呢 就是以黑为美 以胖为富 就是如果说 有这个直播间的哥哥嘛 你们要是来到这个 边境地区了 想要做这个上门女婿啊 一定要找这样的 知道不 这样是为什么 让你们找这样呢 因为他们这样 这个身材非常的 富财 对不对 就证明参加 他这个条件非常好 所以说你上他家 当上门女婿 那肯定是不吃亏的啊 那直播间的哥哥嘛 我想问一下 咱们需不需要上前去 跟这个小姑娘啊 打一声招呼啊 是不是 咱们需不需要 咱们呢 那咱们跟他打声招呼吧 了解一下 看看万一 他是在这等人呢 还是约会呢呀 是不是 你这万一他等他老公 他老公来 这万一再打我一顿 这也不好啊 是不是 哎呀 那咱还是上去吧 左溜 现在也碰不着人呢 是不是 那就上前打 打个招呼吧 好不好 咱就打个招呼啊 哎 这小安倍长得还 还挺带劲的 还挺俊俏的啊 哈喽 美女 哈喽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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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美女 你好 你好 您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昨天等人嘛 您在这里边等人呢 哦 您在这里等谁呢 这是啊 老组长说 今天要有一个人 来采访我嘛 哦 你长得还挺漂亮的哈 老组长说 今天有一个人来采访你 是不是 你好你好你好啊 哥哥呢 就是你们老组长说的那个人啊 你好你好你好 哎呀 这小妹妹的手还挺嫩的 妹妹啊 那哥哥想问一下啊 您那个今年是多大了 哦 今年22了嘛 哦 您今年22岁了 是不是啊 哦 22岁了 那有没有这个老公呢 哦 那还没有吧 22岁了 哦 22岁还没有老公 哦 哦 那你这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你这个人 你才用毛病吗 不是妹妹 你别生气啊 哦 那个 我是听说呀 你们这个 这个山脚下的一些老人告诉我啊 说你们这里的女孩子呢 满了18周岁啊 要是不结婚的话呢 都属于大姑娘了 哦 那要这么说 那都是老姑娘了吗 哦 那这么说都是老姑娘了 嘿嘿嘿 姑娘啊 你一点都不老 知道不 因为你这个年龄在我们北方啊 正是如花似玉的一个年龄 知道了吗 妹妹 你一点都不老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 那个你这22岁 这个不结婚家里边不着急吗 哦 那着急了 那 呃 只不过是我们在在我们这村里面嘛 不结婚的嘛 像我这大年纪的 都是老姑娘了 哦 都是老姑娘了 啊 那行行妹妹啊 那哥哥想问一下啊 就是你们这里这个 不是有这个失婚的习俗吗 哦 是的了 哦 那你这么大了 还有没有这个失婚对象啊 哦 那还没有嘛 哦 你这么大还没有这个失婚对象 那你看 用不用哥哥今天给你那个 呃 物色一个呀 哦 那可以吗 可以是不是 嘿嘿 啊 那 那行 对对对的啊 啊 妹妹 那个 那个 我想问一下妹妹你 但是你那个 你这个这边呢 你是这个失婚这个对象啊 来你们这边失婚 都有什么这个要求啊 哦 那我这边我就想找一个 长一点的嘛 找一个长一点的 哦 哦 那你除了这个长一点的 哎呦 我的天哪妹妹 你怎么 有力气的嘛 有力气的 哦 想找一个长 不是想找一个有力气的 哦 这有力气 那你们这 这不很简单吗 妹妹 啊 这有力气 女多男少不好找嘛 哦 女多男少不好找 哦 那行行 那哥哥今天呢 给你好好物色物色啊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 你这个想对你这个 自己这个择偶标准呢 都有什么条件呢 哦 那我就想找一个长一点的 找一个长一点的 哎呦 我的天哪 妹妹 你这 你这 你这么年轻的话 你这要求这么高 这么 这么高吗 哦 那不高吗 找个长一点 那 我的天哪 那你长一点 那你是多长算长啊 这么长吗 比我长一点的了 哈哈哈哈 啊 你这是想找一个 就是比你长一点的 啊 妹妹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不叫这个长啊 你这个叫做比你高啊 啊 那妹妹 我想问一下 你多长啊 哈哈 那我有一米六多吗 哦 你有一米六多啊 啊 就是说你想找个 一米七以上的呗 啊 那行行行 妹妹啊 啊 那个 那我想问一下 妹妹 你想除了你这个 找长一点的 你还有啥要求啊 就是想找一个 大一点的 不是 找个大一点的 不是妹妹 你 你这么年轻的话 你有这么 这么高的要求吗 哦 那不高吗 哎呦我的天哪 妹妹那 那多大算大 这 这么大算大不 哎呦 也这么大吗 不是 这么大 哎呦我的天 四十厘米左右的 哎呦我的天哪 妹妹四十厘米左右的 不是你 你这个口味 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啊 妹妹啊 那不重啊 不重啊 不是妹妹 这四十厘米左右的 在咱中国呀 可真是不好找 知道不 你这要是说 你想找这个四十厘米左右的 你得上国外了 知道吧 你上这个 我看看上哪里 你上非洲吧 非洲是特别特别的多的啊 咱中国是找不到的 那不用吗 那我姐夫就有那么大吗 你姐夫 你姐夫四十多厘米 让你看着了 那不止我看到了 那全村人都看到了吗 全全村人都看见了 不是咋的 你姐夫是黑人呢 那不是吗 不是 本地的 不是那四十多厘米的话 妹妹我可跟你讲啊 就是四十多厘米的话 她可以都绕着一个大腿 都可以缠一圈了 那裤衩她也兜不住啊 妹妹啊 你说的那是什么吗 不是 我说的是年龄四十嘛 哦 你说的是年龄四十岁 哎呦 我的天哪 妹妹 你说的意思年龄四十岁 哦 那我没有 不 妹妹 那个我那哈 我那个有点这个理解歪了 不好意思啊 一下过着脑子呀 里面都整出画面来了 不是 那个年龄四十多岁 是不是啊 那你看我那个直播间 那个哥哥们啊 呃 就是有这个五十来岁的 你看可不可以啊 哦 那五十多岁 那有点大了吗 五十多岁有点大 哦 不是 你别看我这个直播间的大哥的年龄大啊 嗯 但我大哥他主要他活好 他能干活 知道不 他有力气 会干活啊 对啊 会干活啊 哦 那可以吗 哦 这也可以是不是啊 那行行行 那行 妹妹今天我给你呜呜呜呜啊 不是 那妹妹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 我听你们这个寨子里边这个老人跟我讲啊 嗯 说你们这边这个女孩子啊 都是这个呃 单身的特别特别的多 哦 是的了 那听我们老一辈的人说嘛 那一千人口就有七个男的了 一千人口只有七个男的 啊 不是妹妹 我没有听错吧 哦 没有吧 一千人口只有七个男的 啊 哎呦 我的天哪妹妹 那不就把这个七个男的给美坏了吗 哦 那没什么坏呢 不是 那七个男的听老人说他们都睡到树上都不愿意下来吗 哎呦 我的天 睡到树上 睡到树上都不愿意下来 哎呦 我的天哪 妹妹 不是 那你们这个过去这七个男人他也不会降服啊 是不是啊 妹妹 你现在是 你要假如说像哥哥的话 要是在你们这里的话啊 就是我是过去的话 我是第八个男人嘛 对不对 我可以跟你这么讲啊 说句心里话 我在你们这边我都可以是要过上这个地方把那生活了 你像这个后宫家里又都能整到一千了 妹妹 哦 啊 那也不要这么说了 那他们还是很有压力的吗 还是很有压力的 啊 哎呦 我的天哪妹妹 那有啥压力啊 那听那老一辈的人说嘛 过去为了壮大部落人口了 啊 都会几个女人娶一个老公了 哦 你就是啊 你说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们这个为了过去的就是壮大你们那个当地这个部落人口 哦 都是会选择几个女人娶一个老公的 哦 是的了 哦 哦 那我明白了 那那妹妹我想问一下 那你们这里最多的时候是呃 多少个女人娶一个老公啊 哦 那最多那也有十几个了吗 多多多少 十几个嘛 十几个 哦 十几个女人娶一个老公 哦 是了 哎呦我的天哪 不是那你不把这七个男人不得累坏了啊 哦 那也不累了 哦 那男人都不用干活吗 都是女人干活 男人在家嘛 男人在家 女人不干 女人干活啊 哦 不是那妹妹 就算是啊 这个白天这个男人他不需要干活 对不对呀 那你看 他晚上回到家了之后啊 他这个二母三分地 他不也得跟吗 对不对呀 哦 你看 那不用耕地嘛 不用干活了 不用干活啊 哦 不是妹妹 这不见那哥哥姐姐啊 这个小阿妹有好像有一些没理解我什么意思啊 我哥哥那个跟你说是 就是呃 他白天他会都不干活 他晚上回家耕地 你说就是像那个 你们过去这十几个女人 他晚上回家了 他就是男人他又不耕他这个地的话 是不是 那他怎么会能有那个怀这个小宝宝呢 对不对呀 哦 那也是了啊 是不是 那你这么的啊 呃 我这个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我这跟他说啥 他好像没听明白 哥哥说这个地啊 嗯 啊 他不是说这个土地的地知道不 嗯 哥哥说这个地啊 是你们女人身上都有这个二母三分地的 明白不 嗯 那还没明白 你这样啊 妹妹啊 就是哥哥想问一下啊 就是你们 就是现在啊 就还有没有你说这种情况 就是几个女人娶一个老公的 哦 那还有吗 那还有 那哪家啊 哪家哪家哪家 啊就啊就这家 啊就这房子挺大的这家 啊这是你叔叔家 啊 啊就是这个房子挺大的这家是吧 啊 你叔叔家 啊 哦 那你叔叔现在是几个女人娶了你叔叔一个人呢 啊 他们是四个女人娶我叔叔一个嘛 哦 他们是四个女人娶了你叔叔一个人 哦 四个女人 我的天哪 那你叔叔现在不是在你们当地过上帝王班的生活了吗 对不对呀妹妹啊 啊 是吗 那你妹妹我想问一下 那你叔叔今年多大了 哦 叔叔今年六十了嘛 叔叔今年六十岁了 哎呦我的天哪 那六十岁的那身体高 哦 那还正当年了 哎呦那还正当年呢 哎呦我的天哪 妹妹 你这么的啊 你看哥哥呢 刚才呀跟你说这些话呢 你也没有什么 没有那个有些话语啊 你不明白啥意思 是不是啊 对不对妹妹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 那个你能不能带哥哥上你叔叔家呀 去这个坐一坐 然后去了解了解 我呢主要是想采访一下你这个四个婶婶 看一下你这个叔叔呢 这网上这个地呀 它是怎么耕的啊 行不行 然后呢 想看看你叔叔他们在一起啊 生活的话 合不合谐 打不打仗啊 知道吧 那很和谐的嘛 不打仗嘛 不打仗啊 不打仗嘛 那行行行 那妹妹我想问一下啊 就是你们在这个 在这里的话 现在目前 还是有这个就习俗的 是不是啊 啊 那住在一起 他不打仗 不打仗嘛 我的天哪 他不打仗 那怎么 他们都是睡在那种大通铺嘛 啊 就是中间隔个帘子 睡在一起了 啊 就是住在这个大通铺 啊 大通铺我倒是能理解啊 因为我是北方的嘛 北方我们那边那个工地啊 都是有这个 呃 工地上都是有这个大通铺的啊 但是你说这个隔脸 这个不链子的情况下 你说这个呃 不链子 他也不隔音呢 哦 那是不隔音了 啊 不隔音是不是啊 不隔音的话 你说就假如说 你白天你叔叔 呃 他们要是干活的话 啊 对不对 那晚上回到家了 跟你这个大婶啊 要在一起这个 说说这个 这个悄悄话 或者说 这个加个班啊 或者是斗个地主啊 那你这其他 这个嗓个婶婶 他也 他也听了 他也不得劲啊 对不对啊 哦 是不是 那就静音了 静音 哎呦我的天 静音 不是妹妹 那静音 我就听说过 这个手机静音的 对吧 还有这个电视静音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 人咋静音 这假静音咋静音啊 那就这样嘛 哈哈哈哈 就是把嘴捂上了 哦 就是把嘴捂上 这个声音都不出了 是不是 啊 不是 就算是把嘴捂上了 它是这个声音不出来了 那房间里边别的声音 那劈了啪啦的 对不对 他那也 他不是 他不也是那个 经不了音的吗 对不对啊 那你上你这个 我这个 你这样吧 你还是带我上你叔叔家 我主要想采访一下 你的叔叔啊 这个 一三五 二四六 他这个分工啊 明确不明确 他今天陪谁呢 他明天陪谁 是不是 你请问一下 嗯 那可以吗 可以是不是 那走 走吧 妹妹 咱俩上 那现在不能去吗 不是咋的呢 现在不方便吗 现在不方便 那咋还不方便呢 因为我刚才从山山下来碰到他们了嘛 他们在山上干活没在家嘛 哦 他们在山上干活没在家 哦 就是咱们现在去不方便呗 啊 是的 哦 那我明白了 妹妹啊 就是呃 那我那行 那他回来一下 咱们能去不 回来可以吗 啊 回来可以是不是 那行行 谢谢你妹妹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哎呀 这小妹妹还挺有劲的 哎 手粉嫩粉嫩的 啊 妹妹啊 那个 那你看这个上你叔叔家的采访呢 那肯定是现在就是告一段段落了 是不是 那哥哥想问一下妹妹 那个方便采访一下你不 哦 那可以吗 那可以是不是 我那个妹妹我想问一下啊 你那个呃 你家里边是姐妹几个人呢 哦 我们家是姐妹吗 你们家是四姐妹 哦 哦 四姐妹 那你呃 你家里边是四四多姐妹花呗 哦 那你是家里边老几啊 哦 我是老四嘛 哦 你家里是老四 哦 那你上面那三个姐姐都结婚没呢 哦 那还有三姐也没结婚 哦 三姐还没结婚呢 哎哟 三姐没结婚呢 三姐至今单身 哦 连恋爱都没谈过 没有嘛 就 一水未笑 哦 连手都没牵过嘛 连手 连手都没牵过 哦 哦 那行行行妹妹 这个 那你三姐现在在哪里呢 我三姐在镇上上班嘛 哦 三姐在镇上上班 哦 哦 那行行行 那 她那啥时候回来呀 哦 那她要等一会儿能回来嘛 那你三姐长得咋样呢 我三姐那漂亮了嘛 那 那 肤白貌美 大高个嘛 哦 前途后翘的嘛 哦 肤白貌美 大高个前途后翘的 哎呦 这天哪 妹妹啊 你看啊 哥哥这块有一个想法 啥想法呢 就是想让你啊 给那个三姐给哥哥介绍认识认识 行不行 行不行 我这直播机还有说去看看 哎 别着急啊 咱们先一步一步来 先把他三姐糊弄到手 哦 那个 那个妹妹啊 那个 你看看能不能方便上给你这个三姐 给哥哥介绍介绍啊 哦 你是想跟我三姐交朋友是吧 对啊 我想跟你三姐交个朋友啊 哦 那是可以倒是可以的嘛 只是我还想吃点好吃的嘛 哦 你还想吃点好吃的 哎呦 我的天哪 妹妹 那行行行 那哥哥明白你啥意思了啊 就是想要点这个零花钱 买点好吃的呗 是不是 那行 你看啊 哥哥搜搜兜啊 看他兜里边有没有这个零钱啊 不是 妹妹 这钱要是给你的话 你能不能替我在你姐姐面前 这个多美言几句啊 哦 那可以嘛 那只要这个到位吗 那都好说了 哈哈哈哈 啊 只要钱到位 都好说了 是不是 哎 那行行行 妹妹 那个 那哥哥呢 就是给给给给 我这个都搜里边啊 正好有这个点零钱啊 你看 这有个一万 这个这一万先给你啊 你先拿着花吧 啊 行不行 你去买好吃的去啊 妹妹 哎呀 这小妹妹 你瞅啥呢 不是妹妹 这是老窝钱吗 这不是 是的了 啊 在你们这边不也能够花的吗 那可以花 那倒是可以花呢 嘛 只是也太少了嘛 啊 一万还嫌少 哦 那也就能买一个棒棒糖吗 就啊 一万就能买个棒棒糖啊 嫌少了 是不是 哎呀 那行行行 多给一点 那个咱肯定不能插这事的 我还指着他给我 借他三姐呢 那 这有五万 行不行 这五万 你拿着 这回六万了 这回够 这回够买吃的了吧 行不行 妹妹 那也不够嘛 不 这还不够啊 这有啥不够的呀 不是 烤烧的 你多给点 这六万还嫌少 哎呀 我的天哪 妹妹 这个给你来 这我这还有个五万 这这回十一万了啊 这回都够你吃了一个那个小烤肉的了 听闭闭 小气息 吃烤肉 那不还得配个啤酒吗 吃烤肉还要配点小啤酒啊 哎呦我的天哪 咋的你还挺能喝的呀 哎呦我的天哪 抠搜的 你多给点 这直播间这个节奏让他带一点 哎呦我的天哪 那个哥哥姐姐们啊 你们是真不知道 这钱呢 这是从网组一给 这心里边的都跟滴血一样一样 太抠门 多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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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这直播间的哥哥姐 让我多给你点 我再给你点吧 那个 这五万这回够了 小啤酒也有了 这个小烧烤也有了 是不是 对不对呀 是了 咱就 不是那你还瞅我这手里头呢 啊妹妹啊 哎呦我的天哪 妹妹你这大方点 不是妹妹 你这个 哎呀 你这是看我这手呢 是不是啊 哎呀 你这个见钱就想要呗 不是妹妹 我这会就剩这两张了啊 但我给你可以啊 这个二十万 我要是给你了 你要不要 你要的吗 要啊 你别抢 你别着忙 那个 你要的话 这是哥哥那个 肯定是有个要求的 你放心啊 直播间的哥们 朋友们 我这钱我肯定不能往回揣了 给他就给他 来来给你 这二十万给你了 是不是 对吧 这二十万给你了之后 哥哥肯定是有个要求的啊 你看啊 这四下无人的啊 是不是啊 这四下无人的 那个哥哥呢 就这个要求呢 也不过分啊 哥哥呢 就想在你的脸蛋上啊 就在你脸蛋上 亲一口心想 那不行吗 不是那有啥不行的呀 那不行了 这四下无人的 谁也没谁也看不见 你怕啥的呀 咱亲口就亲口 那不行吗 不是这个玩意 你怕啥的 那这是要留给以后老公亲的吗 留给老公亲的 啊 不是你老公 你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呢 你说你老行的 那是个 这四下无人的 谁也看不见 咱俩亲口就亲口 来来 我就在你脸蛋上亲口 那不行吗 那不行吗 让你抱一下了 咋的呀 要不是让你抱一下了 让我 就抱一下嘛 让我抱一下 哎呦我的天的 妹妹 让我抱一下 哎呦 这家人们 你说都是让我抱一下啊 你说 哎呦 色心不小 哈哈哈哈 不是 那让我抱一下 那就抱一下吧 这情可以看见 是不是 那抱一下 就在前面这么抱一下呗 就简单的这么抱一下呗 那行行 简单的抱一下 抱一下吧 来吧 妹妹 哎呦 不是 哎 妹妹你干啥呢 妹妹啊 妹妹 不是 你别来回乱蹭啊 不是 你快快 你快起来 哎呦我的天的妹妹 你这干啥呢 妹妹啊 咱说好的 就简单的抱一下 你说你就在我这身上 来回乱蹭的 来回乱撞的 你这干啥呢 妹妹 这不能算哦 妹妹 这不能算 这个 这个我跟你讲 肯定是不能算的啊 不是 哥哥还得是亲一口 还得亲一口 不行吗 不是有啥不行的 不是 那你看你这 你说你就在我这块 来回乱撞的 乱蹭的 你看我这身上 也长得也不得劲 我还得亲一口 我亲一口算了 那我亲手一下了 那你就亲手一下嘛 亲手一下 亲手一下 哎妈 你让亲手一下啊 那行吧 你说这个 是不是 这直播间的哥哥姐们 咱的钱也不能白花呀 是不是 那不亲手 就亲一下手吧 是不是 那这手盖还挺干净的 洗手没有妹妹啊 洗了 洗了是不是 上手洗手了 洗了嘛 那行了 洗洗了 那行行行 那就亲一口 哎呀 嘿嘿嘿 哎呀 这个小妹妹 还有点害羞了 还真可爱 是不是 手干净不 干净 一点味没有 干净干净 那个妹妹啊 那个 我 那个你看啊 现在咱俩呢 这个亲也亲了 是不是 这个抱也抱了 对不对呀 是不是 那你看咱俩 是不是 那个得去 那个看你三姐去了 哦 那可以吗 那到家里先等一下嘛 到家里先等一下呀 那行行行行 那个小阿民 你看还挺热情的 哎呦 今天呢 我跟你说 我要这个春梦了无痕的 不是 妹妹 妹妹 你等我一下 等我 不是 我问一下啊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 呃 有这个室婚的习俗吗 是吗 室婚的习俗 我想问一下 那这有什么条件呢 哦 那就是两个人相互喜欢吗 就可以在一起室婚三天了吗 哦 就是说两个人互相喜欢 啊 就可以在一起室婚了 室婚 室婚三天 啊 是不是 哦 那室婚这三天的话都干啥呀 哦 那就像夫妻一样吗 在一起同吃同住的吗 上火了 啊就像这夫妻一样 同吃同行同住了 哦 哦 那室婚这三天的话 是不是有这个夫妻之时 也有这个夫妻之分呢 哦 那有的吗 哦 也可以 这样呗 哦 那可以 哎呀 还可以 是不是 啊 那妹妹 我哥哥想问你啊 呃 你今年22岁了 是不是 哦 是了 你22岁了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 你这个单身几年了 哦 那单身两年了吗 单身两年了 哦 哎呦我的天呐 那你单身这两年 你不是憋坏了吗 哦 那都上秀了吗 哎呀 这个阿妹 比我还敢落的 还上秀了 哈哈 那妹妹啊 哥哥想问你啊 啊 就是你20岁之前 你出过几个对象啊 哦 出过三个吗 出三个啊 哎呀 你这不也老四级了吗 妹妹 你说你这还比我 哎呀 这老四 那我想问一下 那你第一个对象 出多长时间呢 出了一个月吗 出了一个月啊 哦 那咋分开了呢 那他不行吗 他不行 哦 你觉得他晚上不行 你说我说的是他人品不行吗 哦 哦 人品不行啊 那人品不行 那咱可千万不能跟他在一起啊 那人品不行 那第二个为啥分铃手啊 那就是他太小了吗 出了多长时间呢 两个月吗 出了两个月 哦 就觉得他太小了 哦 就晚上一脱裤子 就就这么大点看不见 是不是 我说他是他年龄太小了吗 哦 年龄太小了 哦 哦 年龄太小 那太小了 他不懂事是不是 哦 那咱不能跟他出 那想妹妹 那我想问一下 那你这个第三个对象 为啥分铃手啊 哦 第三个对象 跟 跟我的小姐妹跑了吗 哎呀 这生气了 这是 第三个对象 跟小姐妹跑了 哦 那你这防火防盗防闺蜜 你这也没防住啊 妹妹啊 那是了 是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妹妹 那你跟你第三个对象 出了多长时间呢 出了三个月嘛 跟你第三个对象 出了三个月 哎呦我的天哪 完了这没看住 那跟小姐妹给整跑了 是了 不是 那你们这边都出三个多月了 那不都已经要结婚了吗 哦 那是要结婚了 没看住吗 没看住 哎 这是生气了 你看看 确实生气了啊 不是妹妹啊 嗯 你出了三个月 那你啥也没干嘛 就你们两个都到发展到哪一步啊 哦 那就牵个手嘛 这三个月只牵了个手啊 哎呦我的天哪 要我 我也不跟你出啊 我也找你那小姐妹去啊 啊 我也得找你那个小姐妹去啊 对不对啊 你说那你这出了三个月 我的妈妈呢 你说 那你最起码要在俩人在一起 要有一个互相的了解 深入的接触一下啊 对不对啊 妹妹啊 那不懂吗 不懂 你这样吧 你今天呢 把我这个 跟你三姐这个事 给我定下来 我今天晚上让我 让你这个三姐呀 好好教教你 行不行 哥哥呢 哥哥肯定是不怎么方便教你 是不是啊 嗯 那行啊 那你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 那这个事 你这个试婚都搁哪里试啊 试婚有试婚屋了 试婚有试婚屋 哎呦我的天 试婚有试婚屋 那你家有试婚屋吗 有嘛 有啊 那我带你去看一下了 带我去看一下啊 那行行行 带我去看一下 知不见那个哥哥姐姐们啊 你们想不想看那试婚屋 想看试婚屋了 给主播点点红心 点点赞啊 哎呦 你这个小孩妹 你看还挺热情的 来来来来 我来了 我来了 她挺着急的 来嘛来嘛 那行行 哎呀 这啊 这就是你家了 哦 那行行行 这就是你家了 不是 这 这是哪啊 这试婚屋嘛 不是 这 这就是试婚屋啊 哦 是的 哎呦我的天 那妹妹 这 这能住人吗 可以住的嘛 哎呦我的妈 我瞅着像猪圈似的呢 妹妹啊 那怎么是猪圈嘛 住人的老试婚屋嘛 可以我的妈 这个茅草屋能行吗 这我的妈去呢 哎呀 妹妹啊 你这个就能 这就是 这有人住过吗 有人住嘛 大姐和二姐 都是在这里试婚的嘛 哦 大姐和二姐 都是在这里试婚的 哦 哦 不是那妹妹 哥哥想问一下啊 哎呀 太破了 是不是 我我瞅着像猪圈似的 哥哥姐姐吗 你瞅着 不是嘛 这一下都颠覆了 价值观了都 还厕所 你看这 有打的厕所 有打茅房的 太破了 哎妈真的 我觉得也是太破了 那你妹妹 我想问一下啊 就假如说 我这个织不间的 大哥又来了 对你呢 是这个一见钟情了 他是不是就得 是不是就得跟你说呀 说这个妹妹 我喜欢你 我呀 想呀 这个跟你这个 上你家这个茅草屋里边啊 试婚三天一下 行不行 是不是这样啊 哦 那不要说这么直接了 不要说这么直接 你不说这么直接的话 那你 你年轻的喜欢你的话 不得喊出来告诉你吗 对不对呀 那你就吹口哨嘛 吹口哨 吹口哨了 吹口哨 吹口哨咋吹啊 那就这样嘛 这不 那是干啥呢 妹妹啊 吹口哨嘛 吹口哨 这小嘴又要 吹口哨就可以了 就这样是的 那你这也没出声啊 妹妹啊 我说你这也没出声音呢 没出声音吗 没有啊 你这哪出 你知不见那哥哥姐姐吗 你说这小嘴 你我哥哥教你啊 这个吹口哨咋吹啊 你瞧的啊 就这样吧 你这要在我们北方 都得耐揍 都耍流氓了嘛 不能吹口哨 吹口哨就可以啊 那吹口哨可以的话 我想问妹妹 那然后呢 然后就握握手了 啊就握握手了 哥哥就跟我握握手嘛 啊就握握手了 要是喜欢我们 就挠一下手背了 啊就是假如我喜欢你 我就在你的手背上挠一下 啊 要是我喜欢他妈 也挠一下了 啊你喜欢我也挠一下 啊 啊那我明白了 就是说两人互相挠了以后 啊就可以上这互生 那个互 试魂屋了是不是 是的了 啊那我明白了 妹妹 你看啊 你看刚才这个 咱俩是不是 也挠了 啊 对不对 我呢 我挠你代表的时候 我也喜欢你 对不对啊 你挠我呢 代表你也喜欢我 是不是啊 对不对 那你看咱俩是不是 也可以到这个试魂屋里边 试魂三天了 是不是 那不行吗 不是那有啥不行的 走走妹妹 不是走走 不是不是 走进去进去 不是不行了 不是咋的了妹妹啊 不行嘛 我就是给你示范一下了 哦你就是给我示范一下啊 哎呦我的天的妹妹 你说你这 你挠我一下 我挠一下 我还当真了 我还行 我这个 今天这个春梦了无痕了呢 哈哈哈 给你示范一下 就是示范一下 那行行 那哥哥有点那个仓促鲁莽了 鲁莽了鲁莽了 鲁莽了 那个不好意思啊 妹妹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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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点不高兴的 鲁莽的哥哥哥姐姐们 咱们书里先看看他这个室屋里边是啥样啊 是不是有没有想看的啊 有想看打个一啊 不是妹妹 我这个直播间那个哥哥姐姐啊 都想看一下你们家这个室屋啊 就想看一下你们这个里边的内饰啊 是什么样的啊 那不可以进去 不是那咋不 那咋不可以进去 在外面看一下吗 不可以进去了 就在外面看一下 不可以进去 不是 我这个直播间的大哥 又假如说看到你家这个室屋里边内饰又可以的话 他今天晚上坐飞机就行过来 知道不 你不想让我给你介绍这个年龄大一点的吗 大哥能来啊 大哥咋不能来呢 大哥 说来就来 大哥说啥 说到哪 算到哪 知道不 吐个吐吗 都是个丁 那可以吗 那可以啊 哎呦 那可以 一听说大哥来就可以了 你这人啊 你这个人啊 他就是对人下菜碟 你看我这说半天 他不是 我一提大哥来 大哥嘛 你们听说没有 一听说你来 卧槽 这能住人吗 可以住的吗 哎呦 我的天 这四处漏方能行吗 那妹妹啊 可以的吗 哎呦 我的天 妹妹 这 我的妈 这不晚上 这蚊子不得盯一屁股包啊 不能吗 不能啊 哎呦 我的天 点分箱了 不是那妹妹 这床 这床是啥座的 这床啊 木板吗 木板床吗 木板床 哎呦 这是木板床 木板床 它结实不 结实的了 不是那我这 直播间的大哥 要是二百来斤的话 他又来的话 不会把你这个床 也干塌了 那不会嘛 那床很结实的了 床很结实的 木板床吗 这么厚吗 那么厚啊 这么厚吗 这么厚 他能结实吗 妹妹 能结实啊 不是 我这感觉还是有点不结实 能结实吗 这个 结实吗 有有有有 很结实吧 直播间 直播间的大哥嘛 这个小阿妹啊 给咱们示范了 这个确实也是真结实啊 你看一点声音 一点的嘎吱嘎吱 那声音都没有 非常的结实 不是那妹妹啊 哥哥想问你一下你啊 就是说 那个我这直播间大哥又来了以后 跟那个小阿妹在这里试婚了 试婚了三天以后呢 他又不喜欢了 那怎么办呢 那不喜欢那就走了 不喜欢就走了 不是那试婚这三天都不白玩了吗 哦那没有什么白玩不白玩吗 都是成年人了吗 都是成年人了 哦那那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吗 不需要吗 还不需要负什么责任 哎呦天呐 还不 那临走的时候不需要给俩钱啊 也不要嘛 还不要给俩钱啊 哎呦我的天呐 这妹妹你这么一说的话 不是妹妹 那个哥哥坐一会儿啊 行吧 有点累了啊 你你别害怕啊 你别害怕 你家这大公鸡啊 这嗷嗷的 是不是欢迎我呢 哎呦妹妹啊 那个你别害怕啊 哥哥呢 虽然说不是啥好人 不是哥哥肯定不是啥坏人啊 但是呢 我想跟你说的妹妹啊 你看咱俩这个此情此景 就到这一步了 是不是咱俩是不是也得 咱俩试婚一下 行不行 试试个三天 不行吗 那不行吗 不是那咋的妹妹 你看这小头发 妹妹咱俩试婚三天 那不行吗 那有啥不行的 你这闲着也闲着呀 谁玩不是玩的妹妹啊 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那我三姐知道了 那也不好 你三姐知道了 你现在你三姐长啥样 我都不知道 你看你三姐知道了 我现在只喜欢你了 知道不 我只对你一见钟情了 来吧来吧 咱俩试婚三天 哦妹妹 来来来来 不行吗 那咋的呢 那我都不知道你是哪里的吗 哦你 哦 你的意思你还不知道 我是哪里的 那都好说 那好说 那不是妹妹 我想 那个 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 行不行 哥哥呢 是北方人啊 哥哥呢 是黑龙江省 加募斯市的啊 哥哥今天呢 今年呢 是三十四岁啊 三十四岁 但是呢 哥哥姓王啊 哥哥姓王 叫王大吉 这个王呢 是三横一树的王 大呢 是大小的大 吉呢 是吉祥的吉 啊 就会记住没 王大吉 王大吉 对对对 嗯 那行 那我就叫你大吉吧 不是 啥玩意儿 你就叫我大吉 这啥话呀 妹妹呀 你这 我咋听着这个不得劲呢 这大吉吧 你好像你看了是不是 不是妹妹 你这这这话不好听了 不是什么大吉吧 不是 那妹妹 你这样啊 那个 你还是称呼我为小王 行吗 哦 那也行 那我就叫你小王吧 不是 你这咋 你这个八字咋咬得这么重呢 妹妹呀 我咋听着都不得劲 不是 你无论你叫啥吧 妹妹 你这个别给我瞎起外号了啊 你无论你叫啥 管我叫啥 那个咱俩今天先在这里 试魂三天 哦 那不行 都已经到这个分堆上了 是不是 都气氛都已经哄沱到这了 咱俩先试魂三天 行不行 那不行 那咋的 妹妹呀 那不行 那我要跟父母说一下了 不是 你回来 不是 你干啥去 你跟你父母说啥呀 那要跟父母讲一下了 跟你父母讲一下 不是妹妹 咱俩在这一起 这个试魂这三天呢 如果说要是 那什么的话 就是合适的话都可以 是不是 如果说又不合适 分开了 你这父母要知道的话 他也不也伤心吗 妹妹呀 是不是 那也是了 对不对 那你看啊 因为这个跟我们北方啊 我们北方有个习俗 知道吧 这个习俗呢 就是这个女孩啊 就俩人确定了关系 确定恋爱关系 就要在这女孩的脸蛋上啊 卡个戳 盖个印章 知道不 明白不 那卡什么印章嘛 那就在这里桌上三天就好了嘛 不是妹妹 不是 也不是那意思啊 那个必须得卡这个印 那个印章和这个戳了 知道不 因为啥呢 我就是证明啊 说你 就我给你的脸上 假如说 卡完这个戳 盖完这印章了 证明了你就是我的了 知道不 明白不 那怎么卡吗 怎么卡 没卡过 你没卡过 你看 你没遇到我 遇到我 你找我卡上来 哥哥给你好好卡一个 行不行 来来来 那卡一个 哥哥给你卡一个来 哎呀 你咋真的 你怎么亲我嘛 亲 亲你我不代表喜欢你吗 妹妹 生气了很 那这边卡一个 这边要不要卡一个嘛 咋还卡上瘾了呢 妹妹啊 不是一面一个吗 那这块卡不卡呀 那这个留到晚上 这个留到晚上好 哎呀 行行行 妹妹 那行 那行 妹妹啊 那妹妹那个哥哥仔 你这边再给你多考量一下 行不行 那行 多考量一下 来来 多考量一下 来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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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卡害羞 脸 给脸卡通空 哈哈哈哈 哎呀 妹妹 哎呀 妹妹 那个你看啊 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气氛 已经烘涂到这个位置了 咱们俩也都是成年人 是不是 你看 那个你这样 你在这里等一下哥哥啊 哥哥呢 上你们这个镇上去 行不行 上你们这个镇上呢 找个小小店 哥哥呢 去买几个小气球去 行不行 啊 你在这等哥哥 别着急啊 哥哥一会回来 哎 你干嘛去 我上小店 买两个小气球去 那要电 那很远呢 吗 镇上 一来一回 那又一个多小时了 妈 这一个多小时呢 哎呦 那你不得急坏了 我吗 这不是 你这么着急吗 不是 妹妹 你现在不是说大哥急 他二哥 着急啊 哦 那你二哥又是谁啊 我二哥呀 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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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会就回来了 我二哥 我二哥 他一会就来了 一会你能看着他了 哦 哦 妹妹 他现在不好意思抛头露面啊 哦 对对对 那现在没别人是吧 没有没有 我就找那个 我那孩子 我就整整几个气球 原来咋整这个 这个安全帽 啥 我不得整什么 是不是 哦 那不用嘛 走嘛 上家里嘛 家里有嘛 你家里有啊 不是 你家咋能有这玩意呢 这气球啊 姐夫给我的嘛 姐夫给你的气球 姐夫给我两个嘛 姐夫给你俩气球呢 哎呀 那行 我这几天是春风了 我很乐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啊 哎呀 那我今天 我可是美坏了 这给我美坏了嘛 不是妹妹 你别着急啊 妹妹那个哥哥 还有一个那个事情 那个你别嫌哥磨叽啊 有个事情想问一下你 就是说 你这个 那啥啊 就是你刚才不说 就两个人在一起 试婚三天之后啊 这男人就是 不喜欢了就可以走嘛 对不对 还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吗 是不是啊 那妹妹哥哥 想问一下你啊 就是说 那个 这男孩走了以后 这女孩万一怀孕了 怎么办呢 那怀孕就生下来嘛 怀孕了就生下来 嗯 不是妹妹 男孩都已经走了 那走了也生嘛 走了也生 嗯 哎呦我的天哪 妹妹 那走了也生 生下来 那谁来养啊 自己养嘛 自己带了 自己养啊 哎呦我的天哪 妹妹 你们这云南 这个十八怪 其中有这一怪 是不是就是你们这个 呃背着娃娃 谈恋爱 女孩子背着娃娃 谈恋爱 不是妹妹 你等一下 这就是你家了 这就是你家 哎呦 这全是木头房子 哦 这一楼不住人的 一楼是养小鸡小鸭的嘛 一楼是养小鸡小鸭的 还有电动车呢 哦 也是你们这边山路 不好走都得靠这个电动车 是不是 哦 不是 妹妹你干啥去 上边嘛 楼上是干啥的 来嘛 上边 是我的房间嘛 你这闺房啊 哎呦我的天呐 我哥哥来了 不是妹妹 你等一下啊 我呢 从小到大啊 我都没有啊 都是这个 做这个偷偷摸摸的事情 知道不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做 不是我想问一下 家里边就你自己吗 就自己吗 就你自己 阿爸妈啥回来啊 他们要等一下能回来 他们要等一下能回来 哎呦我的天呐 妹妹 不是 那你阿爸妈这个脾气好不好啊 还行吗 还行啊 你说这个咱俩在楼上要干点啥的话 这你阿爸妈要回来的话 那万一给我腿给我打折啥整啊 那你有几条腿吗 几条腿 阿妹你这话闹的 我这不明显的 站在你面前不就这两条腿吗 对不对 那打折你第三条腿 不是咋的 打折我第三条腿 那可拉倒不 我可不去了 我走了 不是 咋的 我和你开玩笑了 哎呦 慢慢 慢慢地拽我 慢慢地拽我 不是 知不见那哥姐姐啊 你们一定要替老弟 老兄弟做个证 这是阿妹自己拽我呢 看什么 啊 哎呀 让我上去啊 咱们上去啊 知不见那哥哥姐姐们上去看看不 哎呀 这这些小姑娘指定好生养啊 这大病 哎呦 我的天 哎呦 妹妹你慢点的 妹妹啊 妹妹 你家这个楼梯 我都不敢快点走 我怕拽这 不是 这都是 这都是木头房子 哦 这都是木头做的 哎呦 我的天呐 妹妹 那行行行 妹妹啊 这就是您家了 这就是您家了 进来进来 进来 她挺着急 这是你家的客厅啊 对嘛 这是客厅了 哦 这是你家客厅 哦 那我方便进去不 进来嘛 哎呦 我的天呐 妹妹你家这个家徒四壁 这是 我的天呐 哎呦 太简陋了 是不是 不是妹妹 你家这没有门吗 哦 我们这边隔个帘子就是门了嘛 哦 你这边隔个帘子就是门了 哎呦 隔个部就是墙了 哦 哦 那你说你这么大的一个屋子啊 那谁 你跟谁搁这住呢 还有姐夫嘛 跟跟谁 还有姐夫呢 跟姐夫 哎呦 我的妈 现在妹妹 你这个饭菜可以乱吃啊 你这话可不能乱讲 你跟你姐夫住在这里边住 那算啥事啊 妹妹啊 对不对啊 你住在这间房吗 姐夫住在哪间房 啊姐夫跟姐姐住在这里了 啊姐夫跟姐夫 不姐姐姐姐姐跟姐夫在这里边住 啊 啊你住在那边 啊 啊 那我明白了 明白了 不是 妹妹 这个用这个布 这个遮着 她也不割音呢 妹妹啊 哦 那是不割音吗 对不对 她也不割音呢 那我想问一下 你这个二姐和你这二姐夫 啊 结婚多长时间了 结婚 两年了吗 结婚两年了 啊 哦 结婚两年我想问一下妹妹 你这个晚上睡觉咋样啊 那不怎么好吗 晚上睡觉不怎么好 那要给我 我也睡不好啊 妹妹 那你正是这个 如火春青的一个年纪 那谁能好啊 不是妹妹 我想问一下 那你平时你的晚上都 都听过啥声音没有啊 哦 嗯 那就你到晚上 那姐姐妈老是牙疼 老是哼哼嘛 就哎呀 哎呀 一身高 一身低 一身高 一身低的 哎呦我对吧 妹妹 那个 哎呦我对吧 你笑死我 快肚子笑死他 妹妹 那个你说 那个 那你是除了这个 你姐姐这个 一身高 一身低 这个声音呢 你还有啥声音 听着过没有啊 那这就是 老是有那个 老鼠磕床板 咯吱咯吱的 老是有这个床板 那个老鼠磕这个床板 就磕这个木板 就咯吱咯吱的 哦 那不是妹妹 那我想问一下啊 就 就是这个事情 你姐姐这个牙疼 还有这个老鼠磕木板的事情 是在你姐夫来之前呢 还是在你姐夫来之后啊 好像是姐夫来了以后吧 啊 姐夫来了以后 是不是 哎呦我的天哪 那肯定不搁音呢 你知道吧 这个这个迎春花啊 对肯定是不搁音啊 不是 啊 那来的以后 那就这个事 我就给你断定 你姐夫今天晚上回来不得 回来嘛 回来是不是 那你这样妹妹啊 那个哥哥教你个办法 就是你不想听了 老鼠磕床板的声音了 也不想听你姐姐 咯呀咯呀的声音了 是不是 姐姐 我今天小哥哥告诉你啊 就是 你哥 你有没有裤兜啊 有 有啊 有 就这个裤兜 男人 每个人不都有裤兜吗 是不是 你姐夫不也有裤兜吗 你这个裤兜记住了啊 你这裤兜 你就往这块 往这一插 插你姐夫那裤兜里 你再往中间来点 再往中 哎 再往中间来点 到那个地步前 到中间那个地步前 你就给他嘎嘎一下 给他捏上 捏上 对嘎嘎一顿好 就就完事了 以后你就听不到这个 你姐这个牙疼啊 还有这个 就是A牙一声高一声低的 然后没有这个老鼠磕不板的声音了 对就能把这老鼠给捉住 就给他抓住 知道吧 一嘎嘎一顿神拽 那他怎么会带个老鼠呢 那你问我呢 我哪知道啊 我也想 我也想问问他呢 你这晚上给阿妹整的 这晚上都睡不好觉啊 对不对啊 是 对呗 那你这里有没有吗 我这里有没有 不是不是 妹妹你别 你别跟我来 别跟我撕吧 哎呦 哎呦我的妈 这妹妹 哎呦我的天呐 妹妹你给我整我一身汗呢 你这干啥呢 你这吓死我了 不是我妹妹 我可不跟你家呆了 我可要走了 我 别走 我 别走 不是不是 不是干啥呀 坐一下了 那要不坐一下嘛 坐一下 那你不能够拉动手动脚的了 不是你这家太猛了 我的妈 给我整一道瓜汗 那坐一下 坐一下吧 坐坐坐 你这么热情的话 我就坐一会吧 那行行行 我坐一会 坐一会 哎呦妈 我坐一会啊 那行行行 妹妹 但我坐一会是中啊 但是咱俩一定要保持一点距离了 不中 我这有点害怕你啊妹妹啊 你这样妹妹 啊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啊 就是你说你跟你姐夫 他们还有一点姐姐 你们在一起生活这长时间了 你们想呢 说搬出去住去吗 哦 那也想搬出去住嘛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攒够钱了 啊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攒够钱 啊 啊 不是那我想问一下 那你们平时都有什么收入啊 啊 那像像我们家里面啊 还有榴莲地嘛 啊 还有榴莲地 这有榴莲呢 啊 还有水果啦 啊 像火龙果啦 还有一些山上收下来的那个 呃 山野货嘛 吃了对身体好那种自不品嘛 啊 还有榴莲 还有这些水果嘛 还有这个什么山里边这个 山野货嘛 就是那种呃 对吃了对身体好那种自不品吧 哦对身体好的那种自不品 哦 哦 那你家这个自不品还有没有啊 还有嘛 有啊 有那你我能不能看一下啊 你要看一下啊 对啊 我榴莲啥我都知道 我这个看一下这个 这个山野货的自不品啊 那可以吗 那可以啊 啊 看一下